哈囉 你好 我是克雷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即植田信長晚年極其寵愛的小姓生爛完後 今天的古人有八卦 我們要來談談同樣從信長的小姓開始發起的錢田麗佳 勇猛善誕的他有什麼有趣的異話 身為請集者又曾做過哪些瘋狂的事呢? 錢田麗佳為日本戰國的大名 小時候的辱名為犬千代 通稱左衛門或右四郎 因其自身槍處十分了得又有槍之右左的美名 從麗佳生前留下的黃金鎧甲來推算 他的身高約在180公分左右 如此高大的身形搭配精湛的武器 不難想像敵軍遇上錢田麗佳時的震撼程度 起初麗佳的身份僅是資田家重成林秀貞手下的羽莉 1551年 資田家的長男資田信長開始招募起親信 麗佳看準這個機會 決定提早卡位成為信長身邊的小姓 就在他為自己未來奮力拼搏的同時 信長的父親資田信秀突然離世 家屬職位出現了空缺 按現金可信史療信長公記的記載 信長早年做瘋荒唐是著名的請騎者 曾在葬禮上穿著奇裝衣服對父親的神主拍位扔香 家中的許多老成鄉的林秀貞 柴田聖家等人 對這名繼承人可說是感冒到了極點 紛紛倒頭支持信長的弟弟資田信行 隨著兩兄弟的衝突在資田家內日漸升溫 麗佳也不得不做出選擇 聖尼拉第一次的戰隊行動中 麗佳決定不跟隨林秀貞 而是繼續留在信長身邊笑命 1556年 美農複蛇齋藤道山遭到長子齋藤翼龍背叛而亡 失去有力盟友的信長 統治根基出現鬆動 信行借機舉起反旗 爭奪之田家主之位的道生之戰就此開打 根據佳赫凡史料的紀錄 前田麗佳在這場激烈的戰役裡 跟著信長一起衝鋒殺敵 混戰之中 敵方的武將宮頸恆中看見他露出破綻 便拉起弓一箭射中麗佳右眼下方 沒想到麗佳不顧劇痛和插在臉上的箭矢 衝上前去就是一套瘋狗式的暴打 最終持槍斬毀了宮頸恆中的手擊後 這才將箭矢取下 勇猛善善的表現讓信長留下深刻的印象 事後在建置直屬信長的精銳部隊母一眾時 將前田麗佳提拔為赤母一眾的筆頭 並追加一百貫的俸禄 而這個事蹟在雅香宮玉葉化裡則有更進一步的後續 傳聞多年後的一次慶功宴裡 信長再次向諸多家成講述麗佳當年的勇猛與忠誠 在場的各位聽聞以後紛紛表示要以他為榜樣 面對信長與眾人的正面誇讚 麗佳感到有些害羞與不自在 趕緊灌了幾碗賀茲壓壓驚 這道名為賀茲的高級湯品是由賀谷加入白味噌 也才一同熬製而成 本為麗佳所喜好的美味 但隨著誇讚的越多賀茲也越喝越多 結果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飲用過量 回家後麗佳的肚子居然疼了好幾天 甚至只要之後一嚐到賀茲便會出現食物過敏的反應呢 麗佳成為母一眾的筆頭後 似圖可謂平步青雲 主公信長對她的寵愛也與日俱增 雅香宮玉葉化同時寫道麗佳曾經自爆 年輕的時候曾與主公信長同水 逐漸信長對她信任程度之深 如此含糊的說法也讓部分帶著有色鏡片的後人 懷疑起麗佳是不是如同聲浪丸一樣 可能與信長存在著重道關係 但雅香宮玉葉化的作者是由麗佳加成 春景常來的子孫所寫成的 目的為教育凡事之用 可能帶有吹蓬美化祖賢司機的疑慮 可信度上克雷認為並不可盡系 這樣前程司警的職場路途 卻差點斷送在前田麗佳暴躁的脾氣下 年輕時候的麗佳也和信長一樣是個傾棋者 性格衝動好怒 時常到處大聲咆哮做出失格的行為 當時信長同棚重中有名叫做石阿蜜的人物 同樣是身或重用的小性卻以嘴巴惡毒聞名 仗著由祖君相挺時常對麗佳出言不遜 一次石阿蜜偷走麗佳配刀上的髮吉再故意弄丟 髮吉的功能在於固定髮型或掏耳朵之用 對於髮型就是生命的傾棘者來說 重要程度自然不言而喻 不僅如此 這個髮吉還是麗佳岳父的遺物 找到兇手後 麗佳換來的卻是石阿蜜的一陣冷嘲熱縫 她雖然滿腔怒火 卻只能轉頭找主攻信長評評理 希望能替自己主持公道 然而這起事件卻被信長忍處理 最後不了了之 一段時日過去 麗佳和信長石阿蜜等人於青州城上聊天 石阿蜜一如既往展開臭嘴攻擊 看著她細膩的嘴臉 麗佳回想起過往的種種 怒氣直瞬間衝破臨界點 眾目睽睽之下 擋著信長的面 一個手起刀落斬殺這名嘴炮王 麗佳自己也知道 這樣管不住手的行為 無疑是在挑戰主攻的權威 怒不可惡的信長 本要命令她切腹瀉罪 還好平時做人成功 在其他老臣 柴田聖家與森克城的囚刑下 才免處死罪 改由禁止出事來替代處罰 這次的極戰事件 麗佳雖然幸運的保住小命 卻也丟了工作成為讓人 按其槍支誘主的身手 本科蓋是其他大名 或許是出於感念信長從小提起自己的綜藝 麗佳過著刻苦的生活 靜靜的等待重回信長旗下的一天 極戰事件發生不到一年內 金川議員決定上落途中順道攻打織田家的領地 著名的統俠間之戰一觸即發 麗佳看到織田家面臨存亡危機 立馬投身戰役之中 勇猛的斬獲三名敵將的首級立下功勞 隔年攻打栽藤市的深部之戰中 他遇上了以怪力聞名 綽號僅取竹力的竹力六兵衛 翻的白話中二典 這個綽號大概如同獵頭者之類的 前田麗佳依舊憑藉自身的吳勇 成功逃取了這名武將 幾年的風風雨雨雨過去 立家的性格變得沉溫許多 信長一統天下的諸多善意中 均可以看到立家的身影 攻滅昭昌市以後 前田麗佳被命為財田聖家的羽利 協助平定牽連聖廣的月前一向一魁 逐漸在北路扎根站穩腳步 與佐佐城鎮不破光字並稱府中三人眾 天鎮九年更是被信長鎮於能登國主的地位 坐擁23萬彈的俸禄 從小姓到戰國大明 立家可謂飛黃騰達出人頭地 但要說事業有成 同為小姓出身的自有 風承秀吉卻是更生一籌 立家與秀吉從年輕時就因工作的關係一起共識 私交勝賭 感情十分的要好 她的侍女兒豪姬就曾被秀吉收為養女 立家自己後來也擔當過秀吉愛子風承秀賴的後見人 然而這段友誼卻在信長死後複雜起來 秀吉與財田聖家在決定知田家繼承人選的青州會議上 出現嚴重的衝突 時隔不到一年 秀吉便狹帶著 攻滅明治光秀的氣勢與攻擊 揮軍攻向財田聖家 史稱劍月之戰的權力爭奪戰就此爆發 前田立家這時在關係上人重屬於聖家底下 也就是說她必須在自有和如同父輩的聖家之間做出抉擇 作為明眼人 立家當然知道按天下大事不可與秀吉為敵 但或許是出於對聖家的體系之情有所顧念 讓她遲遲無法下決定 劍月之戰初期 立家選擇極力地戰以不起爭議為原則 隨著戰士的推進升溫 越來越多大名加入秀吉的陣營 自有的勸誘與大師所需下 立家竟在兩軍對戰的關鍵時刻突然撤退終理 導致財田聖家的本陣必須直接面對秀吉的大軍 於短短三天後兵敗而亡 這次的成功戰隊與小木長久手之戰的活躍表現 奠定了她在封城體系裡的重要地位 天下區域安定後 前天立家不僅官位指示生 坐到大納岩的位置 在秀吉晚年時也與其一同規劃五大佬制度 對橫平當時的政治局勢做出顯著的貢獻 秀吉希望若自己不能看著愛子平安長大 至少立家還能確保封城一族未來的安泰 遺憾的是 這樣的願望並沒有如期實現 封城秀吉過世不到半年 前天立家便隨好友的腳步離開了人世 天下隨即在官員之戰後落入德川家康的手中 近年的研究指出 立家臣服於秀吉後 表面雖為祖從關係 互動上卻能保有平背朋友的性質 前面提及的立家似女豪吉傳聞曾經多次生病無法痊癒 秀吉聽了以後二話不說 便將以正邪驅逐疾病著名的明刀大典泰借給立家 豪吉的病於大典泰的庇佑下逐漸康復 而立家的遺書中不忘數次提及自己對原祖君信長的綜藝 對於秀吉的部分卻是資質未提 或許能說明在立家心體並沒有將秀吉當作主公來侍奉的念頭 僅是因其本身與秀吉關係不錯 又能確保加速的存續 多方全能後才選擇臣服於秀吉之下 縱觀前田立家的一生年輕時已過人的無用在信長身邊獲得一席之地 全營衝動引發急斬事件慘遭冷凍 復出後一改以往的過錯收斂脾氣 並在信長與秀吉兩名祖君的體系下發家致富成為稱霸北路的百萬丹大名 堪稱戰隊戰得好前途沒煩惱的最佳典範 其對局勢的精準判斷及本身的好人員 都讓前田立家在這個紛亂的戰國時代如魚得水地位越趴越高 這種和誰都過得去的性格與溫和的處世之道 令其獲得諸多五獎如家藤清政、福島正哲等人的敬奏 秀吉過世後 封城與德川兩派的衝突日益激化 正是由立家出面率領四大佬五鳳行與家康交換互相和睦的侍子 將雙方間的矛盾暫時壓下 或許是出於過人的政治智慧與生前破壞 他所留下的百萬丹基業並沒有如同其他大名 因為改朝換代而被家康整晚端走 立家死後家康本有徵討家賀的計畫 夫人阿松當機地段前往江戶作為人子 表達俯首稱稱的意願 再次化解家族的存亡危機 江戶時代錢田家所在的家賀反而更成為所有外樣大名中 彈數最高唯一突破百萬丹的一族 延續至今錢田家的子孫仍在政商界有不錯的發展 以上就是今天的古人有八卦 關於立家的吳勇及其一生的相關藝文 這個頻道目前的單元有介紹古人奇聞醫師的古人有八卦 也有講解戰國江戶有趣文化的歷史鬥之士 喜歡的朋友可以訂閱一下我的頻道 或是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影片喔 今天的節目就先到這邊 非常謝謝你的收看 我是柯雷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imi